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片段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 有的人讨论航空公司的处理态度不对 有人批评旅客是奥客 很多频道上的朋友请我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为我做了很多有关于行李托运跟行李处理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影片我不想批评航空公司的做法 或是旅客争取权益有没有对错 我只想公平客观的回答一个问题 行李的延误跟台风到底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 我们先不要讨论延误的问题 或者是飞机在天上待命多久的问题 等到机师找到天气的控掌落地下来的时候 飞机滑行到停机位 把空桥接上 旅客是可以走出飞机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 行李是不行的 行李是需要行李装载人员搬下飞机的 不论是以单件搬运 或者是整柜处理 这时候旅客可能讲说 对啊那你就增加能力 把我们的行李搬下来嘛 因为我们要回家了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牵涉了很多问题 第一点 每个国际机场都会颁布 机场场面作业规定 为了飞机飞行人员的安全 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之下 是不许有人在机场场面活动 或是搬运行李 因为行李不是搬下飞机这么简单的 他们需要用运输车把行李运到 处理中心 如果行李因为风很大或是雨很大 在途中掉落 你想看看 如果现在行李都是有轮子的 它被风吹走 吹到跑道上滑行道上面 会对飞机造成危险 行李箱不胜破损 然后里面东西飞到机场 到处都是 这个机场肯定就关闭了 是没有人可以落地的 除非他们把每件东西都捡起来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会被吸入发动机 造成更大的损害 第二点很重要 很多人不晓得有这种情况 就是飞机的货舱门打开 是有速度限制的 风速超限的时候 把货舱门打开 会造成货舱门的损坏 你可以想象你在台风天开车 然后你又打开车门 这时候如果风太大的话 你可能会把车门整个扯坏掉的 还有雨水也会灌进你的车子里面 那跟飞机还是一样的 你货舱门打开 雨水灌进你的货舱 把你的心理都弄湿了 然后可能有雨水会溅入到飞机的内部里面 地勤人员要怎么负责这件事情呢 我常常说你不需要设身处地 为他人着想 可是你可以想象吗 在一个台风的天气 你要求行李装载人员 爬上飞机的货舱 然后要小心翼翼的把你的行李拿下来 放在转运车上面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我曾经募集有行李装载人员 从货舱门掉下来的 相信我你不会想看到这样的画面 第三点 就算我们要指责人力派遣的问题 现在每个劳工都有规定的工作时间 如果今天你在待命 天气不一定 你在上面待命两个小时 或者你起飞也delay了两三个小时 请问这些原本已经排好 颁表的行李搬运人员 必须要在他们的办公室 等大家落地吗 就算他们愿意加班 但是不确定到底 搬机何时可以落地 还有如果风雨变小 有个间隔 可以让机师决定可以落地的时候 相信我 下来一次都是司机架 因为大家都没有油了 请问这些超时在办公室 等待飞机落地的员工们 不管他有多少人 你觉得他们的能力够一次处理 十架飞机的所有行李吗 还是你觉得要要求航空公司跟地勤公司 在凌晨两点打电话给在家里面的员工 马上开车在台风天来机场上班吗 我再次的强调 我们不需要设身处地 为别人家的员工着想 当你选择在台风天搭飞机 不管你是旅游或者是工作 等你一落地 发现你行李没有在那里 身为旅客 我也非常愤怒 我也非常的无奈 你可以回想那个时刻 你在空中待命 天气这么颠簸 等到你落地那个刹那 你的心情要说 我终于平安了 这样的心态 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吗 你平平安安地回家 难道你也不祈求 帮助你这个过程的员工 或地勤人员 也能平平安安地工作吗 频道上的朋友 可能知道 我是第一个航空业罢工的代表 每次我看到这样的影片 就是一群劳工阶层 在骂另外一群劳工阶层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几十年来 这样情形一直没有改变 大家可以指责公司 用法律 用制度 用规则 去要求公司管理阶层 做出承诺 改变他们 对行李延误的处理态度 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会怎么做呢 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 我会想想 我的托运行李 有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必须在 当天就要拿到 当天就要打开 当天就要使用吗 如果没有 行李乃身外之物 你值得为你的衣物 或者是你买的 饼干面包 浪费你生命中 三个小时等待吗 我也查过 台湾三家航空公司 全部有行李运送 延误条款 跟处理办法 我会上网填好资料 并要求航空公司 把我的行李寄送到我家 如果大家有很多 出国的经验 会知道 如果你的行李 无法跟着你的搬机 航空公司是必须要 把行李送到你的饭店的 第二点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的行李 不妨在登西前 买些行李 延误 损坏 遗失的保险 第三点是我自己会做的 就是轻便的旅行 你到日韩买的所有的纪念品 在台湾都买得到 不需要到国外去带 浪费你行李的空间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接下来我想用一段 新闻记者访问 美国自然明星 Barkley的片段 说说自己的想法 跟着乱成一团的 还有旅客的拖运行李 茫茫行李海中 还出现前NBA球星 巴克利左右张望 也受到影响 找不到行李 他的注解说的没有错 航空公司因为天后的关系 是无能为力的 每次有天气的关系 第一线员工就必须要面对 旅客的愤怒 谩骂与指责 有些朋友留言说 我做这么多行李运送的影片 是为地勤能源平反 其实是也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行李的运送 没有我们表面上 看得这么简单 如果因为天气关系 你的班机延误 你的行李一定也会延误的 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地方 也有很多朋友问说 我是一个民航机长 我不是只要开飞机就好了吗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航空业是一个庞大精密的机器 如果身为机长可以了解所有的作业 我就能很合理的要求跟控制 飞机延误的时间 然后协调航管 空服员 地勤人员的配合 可以让整探飞行更加的顺利与快速 我做了一系列机长的观点 还有机长的建议 在旅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请大家可以去观赏 再次谢谢你 观看我的影片 也支持我的频道 也支持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